HELLO 大家好,大家午安 下午要跟大家直播做分享的是馬自達3 一代的馬自達3 那今天的工程呢 是要把車主原先其實也有改裝了避震器的 要把原來的避震器把它做一個開換 然後換成KT的道路版 那道路版的馬自達3呢 我們都有附上座 一樣這個版本的話 原延長就有上座 它的底盤其實跟Focus是還蠻相近的 那道路版的彈簧配置呢 前面是配置7公斤 後面的話呢是6公斤 看一下前面已經安裝好了 前面的上座一樣 馬自達3還蠻方便 一樣把引擎室打開 從這個地方呢就能做阻尼的調整 這個是原廠的上座嘛 順時針就會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調整 把引擎室打開 從這個地方就能做阻尼軟硬的調整 前面的話彈簧是7公斤的 那他原來的話 拆下來品牌啊 李仔串 他原來的李仔串耳朵的固定位置 是在這個地方 但我們的比較接近原廠的位置 所以現在師傅在做的動作呢 就是要把李仔串拆下來 然後把他的李仔串呢 換成適當比較長的規格 這個是馬自達3 前面 這裡有油管固定架 這個是李仔串的位置 前面的彈簧呢 是7公斤 我們有附上座 剛剛說的這個上座 上座裡面有一個軸層呢 這個是日本KOYO的軸層 這一台是馬自達3 2.0 一載的 後面的話 他算是多連桿的拖一幣系統 彈簧跟DNC是分開的 有看到一個銀色的上座 這是我們所附的上座 所以就不用在拆原廠的上座來使用 這個防塵套呢 是全造式的防塵套 他能夠全部的桶型都藏在裡面 所以防塵效果跟軸心的壽命就會比較好 小樹謝謝 你算是我們中時直播觀眾喔 這是後面的避震器 後面的彈簧 跟調整機構都在這個地方 我們呢 還特別裡面還有一個橡皮 看得到嗎 在這個裡面 這個是合原廠的 規格的橡皮 那下方的話 馬自達3下方的話 是沒有橡皮的 有一個 我記得原廠應該是有一個 類似膠墊 但是膠墊不在了 所以我們就把他多了一個膠套 彈簧專用膠套 我等一下補一個燈 再跟大家看一下 小豬謝謝啦 你弟弟還要裝我們家 避震器喔 謝謝謝謝 阿馬自達3後面的話呢 從這個地方 阻尼 從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個維修孔 就可以做調整 這是左後 右後的話呢 從這個地方 地毯稍微掀開之後 從這裡就能做那個阻尼的調整 這是後面的部分 這個是 這個是 後面的 原來拆下來後面結構 後面的話 本來好像是沿用原廠的啦 原廠的機構 這個是應該是17吋吧 2154 1557 這個是6公斤 6公斤的彈簧 然後上座 後面的上座 這個 燈 借我一下 我補個燈 來 從 到車壁 這裡 這裡有一塊橡皮 這個就是我們為了 這台車呢 馬自達3 專門做的一個橡皮 從燈往下 從燈往下 往下照我拍一下這個膠套 下方的話呢 我們就最下緣呢 跟原廠板件接觸的地方呢 就有加了一套一個彈簧膠套 這是後面的部分 後面的話呢 原來的車高很低啦 所以等一下要調的車高 差不多是一指半左右 那是哈囉 你好 下午安 這是後面的懸吊系統 前面的話好像也裝好了 前面的話 這一個品牌是STD 他原先是配置200長6公斤的 那這個上座他們也有附上座 他的離載串設計的點相對位置比較低 所以改這個品牌的話呢 就需要把離載串把它改短 好那我們把它換成適當的那個離載串的長度 要和我們家 因為本來的離載串 其實用原廠的就可以了啦 換成另外這個也是比原廠短一點的規格 原先的油管固定片的話 不是線的齁 所以我們把他附了一個相片 就可以把油管固定到應該要固定的位置 這個就是綁造原廠的 都可以鎖原廠的固定扣具 那這個車高前面的話 應該會大概也是一指半到兩指弧左右 前面的這是右前的上座在這裡 那KT的用料的部分的話呢 也跟馬三的車友們介紹一下 剛剛上座的部分的是用朋友的軸承 那裡面的主尼友呢 是用意大利IP的主尼友 電風扇把它切掉 裡面是用意大利IP的主尼友 然後裡面的油封呢 主尼友封呢 是日本日本NOK的油封 這個他也有改的加大碟 前面基本的升級都差不多了 這裡還有一個好料的 這個是也是強化的三角架 這裡太暗了看不到 好這個是強化的三角架 好前面的話 離仔串換好應該就差不多了 那後面好像那麼低也沒有改洋角控器 有改速角調整器 有改速角調整器 但是沒有 兩角調整器沒有改了 謝謝小豬啦 這那個算是忠實的直播觀眾 這個是後面的變性 後面的話他跟Focus不太一樣 馬三的話呢他的離仔串呢 是跟馬五一樣 在這裡 Focus的離仔串呢 是上下形式不太一樣 但基本架構都差不多了 所以師傅現在就做的動作呢 就是把離仔串呢把它鎖回去 好 哈囉 關尾你好 沒關係啊 我是不好意思 等於是剛剛剛剛你入鏡的話 怕你會上下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師傅現在在做的動作呢 就是把離仔串呢把它鎖好鎖回去 因為前面的話呢 離仔串 本來原廠的就已經有改掉了 所以我們需要把它換成適當的規格長度 好 這樣就完成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要把預先放一邊 它的電線應該很硬 應該是很硬的 因為這不是完全的 所以再把他塑一下比較多 要用一個塑大塊去 要脫一下,他很轉 後面剩你才穿好? 都好了 那托盤呢? 用手吹過 好,ok 這台年份大概零四 我記得一代馬山是零四年零五年開始 照顧得還蠻漂亮的 後面STD的設計結構也差不多 他是靠上直臂 上車體下方 有一個固定 固定螺絲 直接把HiloKey鎖在上方 後面應該配五公斤的樣子 後面是五公斤 後面的STD的 阻尼調整 是坐在這個地方 車子需要撐起來 就能調整住 每一間設計都不太一樣 阿偉下午安 這是馬斯達3 他原先是改STD的 應該用了一段時間 所以就把他太換掉了 又改雙粗位 雙粗位 尾四管 現在師傅呢 正在做最後收尾的動作 要把前面的托盤呢 把它敲緊 把它敲緊之後呢 等一下就测漿下來就要試車了 好 我沒興趣 等一下 比較好之後 我直播結束 我給他興趣一下 小慧下午安 馬斯達3 進口的是叫混動嗎 三代的馬斯達3 有開過直播的樣子 一代的好像是沒有 所以剛好如果有一代的車友的話 要看一下 我們安裝的過程的話 就可以看 以下這段影片 你後面也OK了 好啊 那就拖板敲一敲 還是你用你的相機補 你的手機 不然這樣就等我一下 OK 那我先直播的話呢 因為已經安裝差不多了 我要補拍照了 所以 今天的馬斯達3 直播安裝 KTE道路板 就到這裡囉 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有問題 或者是對馬斯達3 安裝有興趣的話 要試乘也好 或者是產品有問題 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跟我們KTE Racing的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